哈啰 大家好 我是Alicia 然后 破音 嗨 大家好 我是Alicia 然后今天你们可以看到背景有点不一样 因为我在测试着我的灯光 因为我的窗口在那边 然后我就想要 以后如果这个灯光好的话 以后我都想要这样子拍 因为我发觉我之前拍的很烂 这灯光真的是很烂 然后我又没有什么灯光器 所以就 对 今天就试试看这个灯光 不过 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我一二月以来最爱的东西 还有雷品 对 我们现在开始 第一样是Maybelline的这个concealer 也是我上一段Watson Hall里面讲过的 然后我很喜欢它 它还蛮coverage的 就是它的遮瑕力很高 像是我这里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 可是我这里哦 其实是有一堆豆靶 因为我平时去上班 我很懒惰涂粉底 所以我平时都是 懒惰的话 然后又随此的话 我都是用这种遮瑕膏 涂在这个豆靶的地方 我觉得它可以遮得蛮好的 虽然讲如果那种刚生出来的豆豆 当然是遮不到啦 可是像是那种已经很久以前的豆瓣 它都可以帮我遮得蛮好的 所以我非常喜欢它 而且它不会浮粉 不会就是cake粉 叫什么 喂cake 对 所以我很喜欢它 可是我发觉它用的还蛮快的 就是我用了有几个星期吧 它就用完差不多四分之一了 所以它用量还蛮快的 然后它就少 可是我觉得很值得啦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下一个是Bontra's Healthy Mix Serum 然后我在这段期间 就是自从买了它过后 我每天 我每次上班只要化粉底的话 我都会用它 就是我觉得还蛮轻薄的 而且它蛮滋润的 就是不会让你整个脸很干 因为如果是这样去office收工的话 就是每整八个小时 八九个小时都在吹aircon冷气 所以就我觉得皮肤都会还蛮干的 可是这个我用了这个过后 我就觉得是还蛮滋润的 可是如果像是 哦 结果先讲 我是混合偏 有时偏干有时偏油 就depends啊 depends on the weather 可是我油的地方都是鼻子 然后我的额头 其实基本上是不会油的 所以我不懂是偏干还是偏油 我觉得应该是偏干啊 我的肌肤 所以如果你们是干皮肤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这个 可是如果是油非常非常油的皮肤 就不要买了 它真的没有在控油 然后还有它是 就是因为它非常轻薄 所以它没有遮瑕能力 所以如果你用这一个 你的皮肤又有很多那种 那种缺点 缺 缺 缺陷 反正如果你的皮肤很多缺陷 可是你又想要用粉底 Satugali 来遮瑕的话 是不可能的 就是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如果你用了这个过后 你还想要遮瑕 你可能需要用遮瑕膏 对 excuse me 然后接下来是 Maybelline的眉粉 对 我不懂你们有没有看台湾YouTuber 可是如果你们有在看很多 这种台湾YouTuber的话 你都知道他们 几乎每一个 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推这个眉粉 一开始我就被每一个人烧到 就烧到我整整把火 就是跑去买了 那你知道 我买的时候 我买来用 我就觉得 有那么好用吗 就觉得 就连我最喜欢的 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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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连我最喜欢的Kara 它都在推这个眉粉 就 不可能不好用了 然后我就每次 我给它很多机会 就是前几个月 我一直在给它机会 可是 就是 没有很好用啊 我觉得我真的不明白好用在哪里 然后 虽然讲它蛮便宜的啦 十几二十块 可是 我买了回来 我真的是没有在用耶 所以我那时候就 一直给机会 一直给机会 一直到有一天 应该是我生日那天 对 非常有纪念价值 我生日那天 就是我朋友就冲上我家 没有预警 预告的冲上我家 然后我当然是素颜啊 然后他们讲要拍照 然后 我一个非常重视眉型的人 当然是要去画眉 然后我就随便 我就用这个 乱乱画画画画画 画出来了耶 而且不 不超过三分钟 我就 嗯 就真的还蛮好用的 所以 我 自从三 诶 这个应该是一二月最爱的 可是 其实是我三月最爱 不用紧张一起讲啊 然后 自从我生日那一天起 我就每天上班都在用它 就是我觉得 很好用耶 就是乱画画画画画画 就画完出来 就是 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觉得我控制不到它涂的分量 可是 当你赶时间的时候 你乱画乱画 其实你是画得出来的 所以 嗯 对我三月都很喜欢用它 虽然这个不是三月的最爱 对 接下来是 应该是从我 十二月开始喜欢到现在的 Colourpop 登登 你们现在这样子看哦 其实应该会觉得 你为什么买三个都是一样颜色 可是 不同好吗 就是 它真的不同 像是 嗯 Echo Park的话 它会 它的颜色比较偏 嗯 巧克力色 要先偏 裸 裸巧克力色 然后像是 Elyssa的话 Elyssa是 比较 浅的 紫色 浅裸粉色 对 可是 如果你的皮肤黑的话 我不建议你买Elyssa 因为 它会让你显得 那个气色很不好 就好像整个嘴巴白到完这样子 所以 呃 皮肤白的人可以尝试Elyssa 但我最喜欢 它是黄 这两个都是菲子哦 这个是皇后 这是 我最爱的 可是我也最少用它 因为 我舍不得把它用完 就是 它是November November 我记得好像是跟Catine Light一起合作出的 它的颜色真是 很美 我 我在嘴巴上就涂它 它是 它是 裸粉色 可是又不是 太浅的粉色 我不懂怎样解释 就是 它真的是很美 我 我不懂要怎样解释 就是很美 我最喜欢就是 November 所以 如果你们喜欢粉红色 然后又喜欢裸一点的颜色 就两个 混合起来的话 就是它 就是 我的最爱就是它 然后 其他两支 都是我上班用的 像是Elyssa Elyssa跟Echopark 都是我上班有在用的 其实 你们现在应该没有看到 就是 我用到 它的油跌到这里 然后这个也是 用到它的油跌到一半 就是我差不多要用完了 就是 对我 我这三个月 这两三个月 都很疯狂在用这两支 因为 如果讲上班的话 我会舍不得用这支 因为 我想要在重要场合 我才用它 但是上班我都是在用这两支 而且我很喜欢 然后 他们三支 都是Ultra Satin Lips 就是 不会让你的嘴巴觉得很干 就不像Ultra Matte Lips那种 干到 破皮 还是什么那种 对 所以 因为像我的嘴巴是蛮容易干的 所以 用Ultra Satin Lips 根本不干 而且它可以给到你 微微 哎呀 微微的那种 呃 微微的那种 Matte Lips的效果 虽然它没有很Matte 呃 沾到 然后像是Echo Park的话 它是MLBB的颜色 就是 如果你们有在Follow韩国的一些彩妆的话 你们应该知道MLBB是什么 MLBB是 My Lips But Better 就是你的唇色 但是比你唇色更好看的颜色 就是我觉得Echo Park就是我的MLBB 对 超美 OK 接下来也是Colourpop的 他们出的这一 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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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嗯 Super Short Shadow 对 其实哦 我在Colourpop哦 买的 眼影比唇膏更多 就是我买了他们家很多很多很多的眼影 可是 硬要讲 选一个最爱最爱的出来的话 应该是这个 我 Wattles 我 Wattles Wattles 是吗 就是 这一个 然后它的颜色是那种 呃 脸藕色 就是藕 藕粉色吧 就是所谓的藕粉色 Catina也是有在她的video讲过哈 就是她讲 她每次只要是想要素颜出街啊 她都会随便涂一涂 用手指涂上去 她就觉得整个眼睛 就 不会看起来很显 显泪 还是不嫌气色这样子 我就照她的方式来用 我每一天上班都用它 就是我涂了它 然后再涂巧克力眼线 哦 我觉得 你脱了这个过后 你不会让人家觉得 你整个眼睛 你画了眉毛 你画了嘴唇 可是你的眼睛是白白一片 就你不会让人家觉得 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它会给你一点点颜色 可是又不是太夸张的颜色 然后它又很接近你的辐色 所以就是 我觉得很自然 我每一天 真的是每一天上班都在用它 就 记得它 它真的 我的最爱 这是 Lip Balm Lip Balm是我最近 这几个月都很爱用的是 Himalaya的 Himalaya他们出的 这一个 Lip Care 然后 我觉得 这两支 其实我这支是 从别人那边拿来的 然后这一个是 在马来西亚买的 可是我找来找去哦 都找不到这个Cocca Cocca的flavor 我不懂 我不懂 是我这个人 从哪里带回来给我的啦 可是 这个的味道真的 哇 香哦 你看我已经用到这样 这样短了 就是我已经 舍不得用完它那一点点了 就是我 很香 很香 诶 如果谁看到有这个Cocca flavor 懂我讲好不好 我真的很想要买它 真的很香 就 我剩下一点点是 舍不得用的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吞着 然后我在 其他Himalaya的粉店 就找到这个Storberry 也是很好用 为什么我喜欢它们 是因为它们还蛮滋润的 就是如果你们是 很讨厌 那种 很油很油的lip balm的话 我建议不要买这个 因为我通常 我每一天都要擦lip balm 然后我不喜欢用到那种 呃 不滋润的lip balm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真的很好用 我有用过一个是 我好像是瓦森醋的lip balm 它们 你擦了上去哦 你只是觉得一层 一层东西黏在你的嘴巴 sit on your lips 罢了 而不是滋润你的lips 就是那个我真的很讨厌那一个lip balm 可是除了那个以外啊 我觉得我买的所有lip balm 都还蛮不错的 就是 我觉得这个是 我最近用过最好的lip balm啊 然后 还蛮滋润 然后 不会让你的嘴巴 一下子就干 因为有些lip balm 你擦了过后 可能一个小时过后 你就又干回去了 又要再擦 所以我觉得这个 它的效果还蛮不错 就算一个小时过后 你已经感觉不到 那个油 油分在哦 你的嘴巴是不会干的 所以我很喜欢它 如果你们不介意 油的lip balm的话 你们可以试试看 然后是 daiso的卸妆棉 卸妆棉 对 卸妆棉 就是这样子 90美入的 粉红色的卸妆棉 然后一开始 我其实是用 daiso 我一开始其实是用 Watson的卸妆棉 就是那种 三大宝 然后十几块 很便宜的那一种 你看我给你看 对就是这种 daiso的很便宜的那种卸妆棉 因为我一开始我就觉得 一开始我就觉得卸妆 其实不用用到多贵的卸妆棉 来卸妆 因为你到最后 你还是要丢掉啊 只要它可以帮你卸掉你眼上的妆 就好了 可是哦 我那时候朋友就介绍我用这个 它的样子是 这样子的 它跟普通卸妆棉不一样 就是它旁边会 好像 好像缝起来 还是之类的 我不懂叫什么 就是有黏在一起的 这两个用的 它们两个的不同是 你忘了我答应说的这个哦 它是 它的那个棉花不会跑味 像是如果你用很便宜的卸妆棉 你一直擦擦擦擦擦擦 其实你可以看到你的棉花 那种 线一直是在跑味 然后整个 你当你卸完全脸的时候 你的棉花已经是 wear在了 可是这个就不会 这个真的 就是stay在这里 然后一直 就是 一直擦它都不会走味 所以 虽然讲这样子 一包 90片 5块多是很贵的 可是 我觉得还蛮值得 尤其是 如果你是想要用 来卸妆棉妆和春妆的话 我就很建议用这个 因为 你的眼妆是一直需要一直浮 又来浮 又卸浮 又卸浮 又卸掉这样子 所以 嗯 我觉得这个 它的 但我是觉得 用来说这个来卸眼妆啊 真的很好 所以 如果你们想要用一个 比较好一点的卸妆棉 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来说这个 而且我看到瓦棉也是有卖类似的 可是它是卖5块9 Daiso才5块3 所以 买Daiso的来试试看 Next 也是Daiso的东西 其实这个哦 我暗用很久了耶 就是 我 我从去年 7月8月这样子吧 自从有 自从有一次 就有位观众在我的 影片下面留言讲 叫我去试试看这一个东西 我买回来过后 超爱 而且 这个 OK 太兴奋 这个是我的 第一罐 来说我的第一罐 东西 诶 我还没有讲它是什么 OK 这一罐东西 是清理 你的 就是清理这种 你们的makeup sponge 然后它的用法是你 因为它里面 就很git 很 稠 对 所以你是 你的用法是你倒在 好像平时如果你用这一个 地方的话 你倒在上面 然后再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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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一点 kind of like 嗯 再 搓它啦 就是 你搓好它之后 然后再 放去 水那边洗 就 洗得超干净 我从 之前紫色的那个makeup sponge 到 现在这个makeup sponge 我都是用它来洗 真的很好用 然后啊 为你们讲 它不只可以洗makeup sponge 它还可以洗brush 就是我的用法是把它倒在一个盘上面 就是倒在一个盘上面 然后用 缠一点点水 然后我的makeup brush 诶 啊 我的makeup brush 就在上面搓 哦 超厉害的 就是真的是可以一搓 搓完 那个brush上面的那个颜色 真的很厉害 你们去试试看 可是 我不懂是没有出了还是怎样啊 因为我最近 因为我最近 有在找它啊 我去到Sunway 我去到Mid Valley 去到IOI Mall 都没有耶 我找不到它 我不懂出什么 可能它已经断通了 还是我不懂 就是你们也可以继续找啊 下一个是 哦 这个是我淘宝的最爱 最近淘宝 逃回来的 最实用的东西 就是 哦 就是这三个 哎哟 洗刷子的东西 好 我先讲 这个 这个我不懂 如果你们有经常在看什么淘宝 或淘宝开箱的话 嗯 我觉得已经有蛮多YouTuber在推这一个 亮刷子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它的用途啊 真的 哦 我已经 我目前已经看到还蛮多YouTuber有在推这一个亮刷子的东西 它真的很好用耶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刷子啊 要塞的话 要塞的话 你就直接插上去 然后 就 插满它 我就这样子的给它干就好了 因为我之前 我洗刷子的方法是因为我没有这种 这种亮刷子的东西 然后我也很懒多去用Rubberband 挂在哪里哪里 就是你知道啊 你在Facebook看到的那些亮刷子的方法 我很懒多 所以我就 一小刷子 我就是用毛巾 不要了的毛巾 吸干它的水 然后就 这样子摊开 晾在那边 所以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的话 你亮了一面 另外一面还是死了 而且它会 它会有那种怪怪的味道 就是 你的水 一只狗在那边的味道 我不懂什么味道 就是很臭的味道 所以 我自动买到这个 我真的觉得 它是savier 你懂吗 它是 它是救世主 对 所以如果你们家里很多刷子的话 我很建议你们买这个来亮刷子 然后 那个淘宝link我会在下面link给你们看 重点是 你们不要像我一样耍白色 因为 我定义的是白色 然后 它寄来的时候 我看到就是有一层 那种纸皮黏在上面 我就想 是不是它删错给我 我就想 算了啦 反正这种这样实用的东西 它 删什么颜色啦 也无所谓啊 反正我是要用它而已 过后我才发觉 原来那个纸皮是可以死的 所以 你们如果真的买了这个东西的话 拜托你们把纸皮撕掉 不要像我一样耍白色 ok 下一个是 登登 这个也是for刷子用的 这个是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平时是这样子配合来用 就是把这个 嘀嘀的水倒上去 然后掺一点 掺一点 那种自来水 一点点啊 一点点自来水 然后 用刷子在上面就是一直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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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它上面哦 它有这种冬冬 就是这种凸凸 这种凸出来的东西 特别容易把刷子上的那种 霧构还是 euh 刷子上的颜色 刷出来 就是比起我之前用平板刷 就是这里没有吐出来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拼拼的东西啦 我用刷子这样刷 其实那个比较好的时间 这个一刷全部颜色出完来 就是 呃如果你们是有 也是很多刷子要洗 然后想要买一个 就是洗刷子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你们可以买这个 在你们买这个的当儿可以买这个 然后 嗯 我要讲什么 哦 然后哦 像是 你们如果有常常在逛来说 化妆的那个部门的话 你们应该会看到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鸡蛋 然后也是有很多这种 吐出来的东西 专门给你洗刷子 我觉得那个不好是因为哦 它没有一个叠子 这样子装着你的水 因为我想要这样子叠的原因是 我想要 就是 hold着我现在有的水 再洗下一个刷子 就是 不是讲 就可能你们听起来很不卫生啊 就 两个刷子 同一个 就是 一直一直一直 同一个水分在里面 可是 呃 因为我会洗两次啊 所以 我就用第一轮的水 可能洗四个刷子 再倒掉 再另外一轮的水 再洗四个刷子 然后最后 再一起洗完哈 这样子就不会残留细菌 对不对 所以 我觉得 这个可以帮我省下很多的这个 呃 卸妆 不是卸妆 洗刷子的 水 最后一个也是淘宝买的 呃 我在 我也是在YouTube上面看到很多 有YouTuber有在买这一个来用 可是 他们买的是很贵的 然后是有牌子的那种 我不懂是什么牌子啊 反正就是 他们 他们外面哦 是这种 粗的 sponge啊 就是平时 家里用来刷 锅子的那种 sponge 然后中间是白色的 呃 软的 sponge 然后我看他们 呃 用 就我看他们好像还蛮好用的 就 外国YouTuber用的还蛮好用 因为 但是如果你要画眼妆啊 好像 呃 你可能画了一个巧克力色 你过后要用红色 你就要一直在手上刷很久 把之前的那个巧克力色刷 垮掉才去弄红色 就是这个哦 不用耶 就是因为它可能 上面有很多 凹度不平的那个sponge 你就是一直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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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刷子就把 就把颜色可以刷掉 然后如果你要test 讲 呃 那个巧克力色还在不在的话 你就可以用中间这一个 就test看 那个巧克力色还在不在 因为如果你是巧克力色 跟红色的参在一起 然后你一画上去 就 整个眼睛就毁掉了 你又要重新卸过又再花过 所以 对我觉得这个 是个很好的用具 如果你们有常常在用刷子的话 我也很建议你们买这个 因为我自己 我的刷子我觉得不算很多 所以有时候 同一支刷子要沾很多颜色 又一直在手上刷就很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用具 我用了它 我真的是 我买了它 我真的是觉得很开心 所以 对这三个 都是我在淘宝买的刷子的用具 我觉得你们可以一起买啊 如果你们要买淘宝的话 然后你们又 有在用刷子的话 就可以一起买 好 雷瓶 你们应该都知道 如果你们有看我上一段影片 你们应该都知道 我雷瓶是什么 就是 我真的不喜欢它哦 就是 我过后有一直在给它机会啊 它是可以卸到我的 如果好好的卸的话 是可以卸万妆的 可是 它的表面太粗糙了 我不喜欢 就是 一直摩擦 在你的脸上摩擦 我真的不喜欢那种感觉 所以它是我 这个月的雷瓶 我发觉我做 这样多次Favorites以来哦 我没有讲过我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最爱的歌 所以我现在想要破例一下 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很喜欢的歌 猜猜是什么 TF Boy的 我自己拍到吗 擦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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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直接翻歌了 把心情都让你紧张 你不会害怕过 断了啦 OK 够了 就是 就是我最近很爱的歌啊 就是听了你就会觉得很有希望的感觉 不懂你们有没有 也是喜欢这首歌 如果你们也喜欢这首歌的话 快点在下面跟我讲 因为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首歌 好 就这样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